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現在是個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八點檔常常會上演一些荒謬的情節 讓人又生氣又愛看 你可知道 醫院裡面的荒謬劇情也不少嗎 就讓好辣醫師團來告訴你 今晚的三位藝人 在演八點檔時 又演過哪些荒謬劇情呢 大家都知道這個演電視或電影的劇情 有時候會以醫療為主題跟題材 但這真的是虛構的嗎 後來我們發現 跟醫師談完之後 原來八點檔不是虛構 今天我們來看一看 到底哪些很離譜的 第一個 苦情俱馬無極限 越可憐才有人看 遇過一對情侶他們吵架 那男孩子就跟女孩子說 你在這樣 我們在也就不要見面 就落下一個狠話之後 他就騎機車出去這樣子 結果就摔車 被送到警診室來 那個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摔車 還是故意弄一些傷口 因為他其實就是在四肢一點點的小擦傷這樣子 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想趕快把它處理完傷口 我們可以整治下一個病患這樣子 其實他就說你先等一下 我先叫我的家屬過來 我才要清醒傷口 我心裡想也好啦 我跟家屬解釋完也可以這樣子 沒想到他就開始在用手機 沒多久就是他女朋友來了 那他女朋友遠遠一出現的時候 好像隱隱約聽到一個action一樣 那個男的就開始大叫痛啊 就是哭天喊地這樣子 那我們就以為發生什麼事 因為畢竟是車禍嘛 我們就趕快過去看他 就覺得他就是一直喊痛 說哪裡不舒服 他就抓到他的胸口這樣 那女朋友來的時候就開始哭 你怎麼了我對不起 女生就一直對不起對不起 就是因為男生 因為吵架害你分心車禍 對 就是我真的差一點見不到 他就男生說 你真的差一點見不到我 就這邊很痛 那我們其實翻眼翻到後腦勺去 你知道嗎 結果他就說我這裡痛我這裡痛 我們心裡想哇你撞到這裡 你有撞到嗎 結果他就跟他的女朋友說 我這裡痛不是因為撞到 是因為你不理我這樣子 所以我心痛 我們說先生可以換藥了嗎 他說好 我們就把他撈到那個 我們的外傷處理去 那要幫他換藥 他還不肯給我們 他說我要我的女朋友陪他在我旁邊 握著我的手 我才肯讓他換 我們真的這樣子很久 因為我們外傷我們講究無罪 我們不希望家屬在旁邊 然後他就硬要他女朋友牽著他的手 他說我要我的女朋友牽著我的手 我才要換藥 我說好 然後我們就好好的幫他換藥 因為你知道有一些擦傷 我們傷口要刷得很乾淨 然後還要噴一些就是麻藥讓他 讓他之後不痛 所以就噴下去之後他就真的大叫 然後在幫他撒的過程中叫得也很淒厲這樣 不過我相信這次真的是大叫這樣子 所以就讓他真的是演個夠 像我曾經演過一部是在華視的9點半 是有林睿洋我跟張宇彥還有焦恩君 然後戲裡面是我是演有錢家的 有企業家的一個經理 對 千金小姐 然後林睿洋跟我 就是在張宇彥還沒有出現的時候 他跟我是很匹配的 我們兩個就是要準備要結婚的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在馬路上看到一個 跟他初戀的情人很像 就是張宇彥 結果他是別人的老婆 是焦恩俊的老婆 他是演啞巴 然後他就開始同情他 每天就去關心他 我就偷偷地跟蹤他以後看 這個女的哪裡 又是個啞巴 又是別人的老婆 怎麼跟我比 我家裡的企業 我又是什麼什麼什麼 後來就開始不服輸 想盡辦法就是把他叫到辦公室來 這段話有一次是我生日 然後我在家裡點了別墅房子 點了燭光晚餐 那個法國 那個就是法式的什麼都弄好了 左等右等 而且穿性感睡衣 那個落地上的海月那個景很漂亮 可是等不到我的愛人 他去照顧張宇彥 我就恨 我說好 是你讓我逼我這樣子的 後來結果我就摳他電話 我說你再不來我就死給你看 結果那個男的沒辦法就來了 一來我就撒一刀就這樣 血就這樣飆 那時候電視可以這樣演 個性就是好強的女人 不帶特寫都可以 可是這示範不好小朋友 對 示範不好 就比如說像我們在拍 只要有那個什麼 就一定就比如說就這樣晃起來 然後剛好鏡頭就卡在這裡 就廣告 就一定剛好 就是卡在這個下面 不能看到物品 對 然後後來就進醫院 就你愛不愛我 你要不要跟我結婚 不結我就不縫這個傷口 我就是不要 然後好啦他就說跟我結 結果又沒有結以後 我就有一天我就是開車 看到張宇彥 我就撞他把他撞死這樣子 就又進醫院 所以就是這樣反覆的 以前我說導演 有這麼壞的嗎 人嗎 可是那個時候 應該是抓得很緊 這種鏡頭都可以這樣嗎 可是是帶過不會那麼血腥 不過這個教條上 就一句撞死人或自殺 尤其現在都還要打說 不要有青森 演過好幾次 還有一部是女人花 戲裡面是林瑞陽演我的老公 我也是家裡有錢的 然後幫他開公司 結果他戲裡面就愛上了王淑娟 王淑娟是寇世勳的老婆 你怎麼都演這種角色啊 哪知 他就是單身派對結婚的前一天晚上 要去參加一個派對 結果他誤把王淑娟當成妓女 兩個人就付了錢就 淑娟姐喝醉酒了 然後兩個人就發生那個關係以後 就懷了他的孩子了 然後他就跟我結婚 從此以後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小孩 根本不知道 後來以後演著演著以後就 他來當他的祕書了 秘書以後又發現那個小孩跟他很投緣 去驗是他的小孩 那我又瘋了 喝酒 喝酒就也是 就是在家裡鬧 也哭得嘻嘻嘻嘻嘻的 對 然後就開瓦器自殺 然後老公回來的時候 結果一看到他其實也很愛我 他就把我抱起來 從頭那一整齊就是抱著我 在醫院長狼精的 醫生快點救我 為了那個時候 那時候只有四十幾公斤 還是特別減肥 是你到底也是自殺過幾次 無數次 都沒有成功 可是我發覺 男人如果不愛你 你自殺也沒有 我第一次遇到那個女生的時候 她就是男朋友抱著她 衝進急診室 連解傷都不要 就說她割完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看到她有一個 很淺的一道這樣子 然後她男朋友就很心疼 然後那女生就好像 痛得快要死掉這樣子 然後那男生就說 寶貝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那麼愛我 你都可以為了我做這種事情 我以後不會再讓你難過了這樣子 那男朋友堅持還要縫 我說 蛤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縫 因為很淺 你知道嗎 對 可是呢 第二次越來越深 第三次就好幾道了這樣 那個男朋友也沒有再扛她進來 就照著減傷分類 然後再進來 然後開始會吵架了 那男朋友就有點不厭煩了 就是趕快縫 縫好了嗎 然後就要走了這樣子 結果呢還有一次就是 她又來了 那一次她是又喝酒又加安眠藥這樣子 所以她人就是昏昏沉沉 你也不知道是酒醉 還是因為安眠藥太多 結果她就睡著了 我媽問她說小姐小姐 結果她沒有醒來 結果那男朋友幹嘛你知道嗎 她直接轉過去 就 就把她打醒 我們嚇到了 對 然後其實安眠藥也不會讓她死 然後後來再下一次她又再吃 結果最後一次我再看到她說 她喝那個清潔劑 然後每次都是我們都要匯診精神科醫師 精神科醫師已經就是太熟了 然後她會每次都會問我們說 她來了嗎 她來了嗎 她已經不要來了 我是覺得很心疼 我就說妳有沒有重大傷病卡 她說她沒有 我說對沒有重大傷病卡 表示妳的精神的狀況沒有那麼糟 為什麼不做一個健健康康康漂亮亮 對快快樂樂的女孩子 因為這種愛已經走樣了 已經走樣了 對 症狀非常不好 對 然後就一直威脅她 她的糖病後來也不要理了 其實魏醫師剛剛講的那個就是 病人去裝病 去吸引家人的注意力 其實這個非常非常的多 多 尤其像那種五六十歲的阿嬤 她如果來開刀 平常又沒跟兒子住 兒子就是因為她開刀才會來陪她 或者兒女才會來陪她 所以那種更喜歡撞 我們最近有個阿嬤就很好笑 她只是開一個刀而已 就好囉 已經第七天一半都好囉 看護照的時候都開開心心的 吃東西也吃超多 兒女來就說好痛啊 她還不能動啊 都沒有走 其實兒女不在 她都在外面散步 那一次兒女就來了 然後阿嬤又說 很痛很痛 就在比她的手 那時候我真的看不下去 因為我剛好在現場 我剛好在現場 剛好兒子來被我遇到 然後她就 因為她兒子會 會訴求我們醫療什麼 這麼多天的媽媽還是會痛 她就跟我說 欸醫生醫生怎麼 我媽媽開刀都這麼多天了 都還在痛 我本來不想拆穿阿嬤 後來有點受不了 因為她兒子講話 口氣不是很好 我就有點不大高興 我就說 你媽痛哪裡 你有沒有看 我媽這手真的很痛耶 我就跟阿嬤講 阿嬤你開肚子耶 你不要再鬧了 阿嬤就有點就是 小小就是想要跟那個講 就是想要 被需要感 對她就很需要感 其實我們遇到還有一個 那是我十幾年前發生 那時候我還是住院醫師 那時候我手機診 因為我們外科還是要去手機診 就是每年要去手三個月 那最後就遇到一個 40歲的那個中年婦女 她就 那時候她半夜來 她就全身都黑青 然後身上也都是已經黑青 臉上也有黑青 那我們去的時候 第一個要問說 她怎麼受傷的 她雖然取愛 我就問她說 那你是怎麼受傷的 她就有一副不大愛講的樣子 我就說 你還是要跟我們講 我們比較能夠去判斷說 大概要怎麼去處理你 她就說 這個真的是一言難盡 那我心裡就想說 她說 我不大想說 那我到底該怎麼說才好 我心裡想說 哇塞 你就長話短說就好了 我們今天很忙 講那麼多 你講那麼多就趕快講一講就好了 她就說 沒有啦 其實要跟你講 我是被我先生打的 我說 我就說 難怪她不大想講 因為在我們那個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現在只要是家暴 就是要馬上通報 但是在那個時候 是不用通報的 那個時候就是我們要問她的意願 所以我就問她說 那你要不要我幫你找社工 幫你留案底 怎麼樣 她說不用 她說就是給我一些藥吃就好了 我就幫她做一些檢查 這你當然沒事 我就說那你三天之後要回診 要去跟我們外科人們診看 後來我就沒有 後來我知道我月底的時候 就是最後一次上大業班的時候 又遇到這個父母 她又是一樣全身黑金 又走過走進來 那時候我就看她的病例 我就說 欸 你前十天前也來過一次 就是月初的時候被我看到一次 這中間被我同事也看到過一次 那這個月就第三次了 又是全身黑金這樣跑進來 我就說 欸你又是被你先生打的 我說這樣也不行喔 因為那時候其實你就有 雖然覺得她有點 因為每次問她都愛講不講的 我覺得好像有點煩 然後開始講的時候就講很久 就講她先生 跟她先生怎樣處不好 我想說 不是很想跟她講話 但是又覺得 心裡面有點正義感 又想說一定要勸她 就是找社工來 我就講了很久她又不要 我就說好 那我這次 我看她前面兩次我們都有幫她約回程 她都沒有回來 我就說那我這次幫你回程 你一定要回來喔 好我就 我就說好 就我還特地去打電話 給那個白天那個主治醫師 跟她講說三天之後會有一個 什麼什麼什麼 你一定要勸她 就是最好是剛好 就叫社工來啦 就叫社工來就好了 剛好就是把這件事情處理掉 不要讓她一直被打 我覺得這樣很危險 就隔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不知道她什麼事了 因為那個主治醫師後來就打電話給我說 你知道她什麼事嗎 我都不知道她怎麼了 她說沒有 那個女的一進來 也是就是跟我講一堆說 她跟她家裡怎樣處不好處不好 講超久喔 講到一半的時候 棒 她今天就撞門進來 三四個人就撞門進來 三四個人 還有她兒子 她就進來 就跟那個主治醫師說 那她現在怎麼樣 然後那個兒子就把她說 可以走了 後來我們才知道 那個女的是精神病 她都是自己打自己的 她這一次因為有話門診有回來 所以她先生才去把她找到 其實她之前掛急診的時候 他們都不知道 她根本不知道她有去急診 是這一次她又跑出來的時候 他們去查她她去掛哪裡 才發現她來我們醫院門診 先生沒有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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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也在外面 剛才她衝進來的時候 社工也衝進來 因為他們怕她會對她不利 想說先生要來打她 結果沒有話大家搞清楚 是她 都是她自己在幻想的 我曾經也遇過 就是來的時候 那個女孩子飄飄亮亮 又揉揉揉揉揉的 來的時候就哭 就是說她 我們當然就很心疼 她也幫她做通報 幫她做一些處理這樣子 當然我們都會看到女生 我們直覺會想到她被打 她可能不是單純的厭傷 她可能有家暴 這個要特別去想 結果這時候外面 也又掛了一個男生這樣子 就說會不會厭傷 我們檢商 護理師也是 那我就厭傷 因為的確看到有一些血漬 在襯傷上面 結果她一進整間 才發現 她是那個女生的先生 她們兩個 因為有一點投資的問題 所以在家裡吵架 然後我發現 原來先生也是家寶 我們一開始就先入為主 就是女生演得太像了 你知道嗎 然後所以女的 我們就幫她說 結果她先生 女生其實外觀上 都看不到什麼上次 她就說她是被打 結果男的一進來就說 你怎麼在這邊 就是 對 原來是只有男生單方面被打 然後女孩子就怕說 那個男生 對 先過來了 所以就 所以就她先進來 先裝 裝柔弱這樣子 結果一來我覺得 那些人更慘 好像中了九陰百菇抓 那個身上很多 那個指甲的抓痕 你知道嗎 我們也有看過這種的 就是女生來 她說她被家暴 她身上真的有黑金喔 結果後面跟著一個男的 跟她走進來 說她被家暴 那女的只是稍微還手一下 那個女的衝過來 包家暴 那男的還陪她來急診室 那男的被打了 整個烏漆罵 那女的包家暴 那個女的是一直揍她 揍到這個手黑金來 抱家暴 對 對 你有時候多講這個 幫我們男生平反 對 對 這很慘 那男生好像永遠都是 一定是 對 我之前就演一個角色 就是我後來就是演 他其實也沒寫自閉症 他就覺得說 類似像自閉症的症狀 然後就自己要去發揮 我就去演說 因為我要去 我就知道了一些事情 然後我有一個爸爸不能認 結果呢 我有一天就走著走著 突然發現我爸走在路上 我的親爸爸 他不曉得我是他兒子 但我知道他是我爸 妳不能認 對 然後呢 車要撞他了 是人家蓄意要撞他了 然後我就去撲過去救他 因為是自己的爸爸 結果一救就換我背中 然後劇本就寫醒來 明天醒來之後 不認識人 你就不認識人 然後你就變成一個 要自閉狀態在醫院 這樣就算了 可是這樣怎麼會有劇情呢 他一定要讓你發生事情 對 比如說在醫院 還待在醫院的時候呢 就要有空檔 然後呢 就是過去可能 跟我有點醜的人 就要走到我的病房裡面 給我一些言語上的刺激 然後我就 然後就 就衝出去 然後那個人 嗯 這樣之後呢 就尖笑了一下 他離開之後 然後家人就進來 說欸 人怎麼不去啊 這樣 結果我跑到頂樓去 頂樓啊 他們也衝到頂樓 走啦 你不躺啊 你不躺不去啊 然後他就 我就很害怕很害怕 然後就自己走著 然後半到腳 然後就掛到大樓的外面 這樣 刺屁症 然後掛到大樓 就還有救自己的那個意識這樣 這樣 根本就不想自殺 是你不小心叫 被逼下去 好 反正就又這樣 又過了個半集 一集又有 那想說話起來 這樣應該也不會再有什麼事 結果又過了兩集之後呢 很快的 就是出院了 出院了就是姐姐 那時候林韋君 煙火姐姐 然後呢 就譬如說 從醫院出來嘛 走出來說 你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我們現在回去家裡休息 不過你在這裡等我一下 我你不會 娘娘 為什麼要把我帶到路邊 然後林韋君那時候 撕下去的時候 我就知道你有問題 你領藥我為什麼就不帶你去 我為什麼還要把你放在門口 我自己進去醫院裡面領藥 然後叫你一個人在這邊等 好 他就把我丟在那個地方 結果我就看到貓啊狗啊 就跑過去 我就覺得很好玩 然後腳過去 然後車子過來 我又差點被撞到 然後就跌倒 然後又受了點傷 諸如此類的 好可憐喔 然後什麼 然後開車的過程 又想到一些撞車的回憶 然後自己很害怕 又去撞牆 兩週 兩週 十集我發生了五次的災難 就是要有自己收集 就是要有劇情 要不然在家裡就沒劇情了 可是你說現實社會有沒有這麼慘 我也並沒有 可搞不好也有 會嗎 會有啊 也有很慘 像我們因為皮膚科 有一個病叫乾癩 乾燥的乾癩 那個癩 就是那個長癩的癩 但它不是癩 它是一個 慢性發炎的皮膚病 那外觀看起來比較可怕 那我們過去就有一個病人 他三十幾歲 在還沒發病之前喔 就是長得也蠻帥的 有工作 有女朋友 但是他這個病說來就來 所以他刷了一身發病之後 工作也沒了 女朋友可能要結婚也不結婚了 那就住院啊 然後治療 反覆反覆發作了幾次 那工作沒了嘛 後來就是流落到龍山市去當遊民 然後認識了很多遊民的好朋友 然後有一次又住院 他實在是太憂鬱了 他就從我們醫院大樓跳下去 可是他這個人真的命很硬 沒死 住院一個多月後來又活過來 然後他這個想死的意念很強 後來有一次又住院的時候呢 就我們護士小姐在照顧他的時候 其實他們內心都很脆弱的 那小姐還是住院醫師就跟他講一句 就是吵架 因為病人有時候不聽醫阻啊幹嘛 那醫生可能住院醫師就很直的跟他講說 你就是這樣才會背 這個病 哇那病人聽得不得了 然後就說好你們惹怒我 我就給你們瞧瞧 然後就去把他所有的遊民朋友找來 然後叫他們在那個醫院的走廊上大小便 然後就是他就覺得他精神勝利法則 可是其實最想哭應該是掃地的那種阿桑 因為他根本沒做錯事情 他要掃一堆遊民的答辯這樣子 難免就是有一些兄弟都會有一些刀傷 其實在計程室外科也常常會見到這種刀傷的那種病人很多 我忽然想到我前陣子就有一個病人 然後他來他們其實應該是剛火拼換 因為來的主要是刀傷這樣子 那他的刀傷其實頭上也不 因為那個人是光頭 他頭有一把刀傷 背部有幾道的刀傷這樣 進來我們就是要幫他處理傷口的時候 這時候來了一票小弟 他們一去年就進去 然後大哥就我們邊幫他處理傷口 那個大哥就是還在交代小弟 你們等我我這個很快 醫師你趕快幫我弄 沒麻醉沒黑啦沒消毒啦 你接高聽起來 在那邊講 然後他就我們就一直幫他 不行啦就是怕感染 我們之後他們在送傷 小弟就在那邊大就很激動這樣 就你們不要感染我們處理大哥的傷口這樣 我們趕快幫他弄一弄 他反而可以趕快跟你們匯合這樣子 小弟後來就走了 大哥也說你生氣你生氣你等我 他們就離開了 結果大哥就在冒冷汗 我說大哥怎麼了嗎 他說你幫我打一點麻藥這樣 然後頭部那個美容針 因為穗寒在旁邊很不明顯 對他當下真的很氣憤 他就是坐著 對 後來怎麼會全身都是冷汗這樣子 那剛剛瓜哥有提到一個說 可憐的事情其實在社會上 在角落真的其實都在上演 救護車要進急診的時候 都會有9.1通報 就什麼狀況然後生命真相怎樣怎樣 然後有一天就接到了一個 吃藥自殺的人 來了以後救護車打開我們都嚇到 因為是一個小孩而已很小 他才14歲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那也找不到家人 因為他在家裡面自殺 爸爸媽媽都不在家 後來是媽媽先衝來 衝來了以後 他也都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的孩子好好的怎麼會自殺呢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爸爸媽媽是離婚的狀態 孩子在爸爸那邊 媽媽就完全不知道那裡發生什麼事 那就孩子就兩邊輪流住這樣子 後來就一直流關 社工關心什麼什麼 孩子什麼都不願意講 一直到隔天早上的時候 我去接班的時候 發現有個男生坐在他旁邊 動作很親密 覺得很奇怪 後來學姐去關心他 在這個男的離開了以後去關心他 他說他是誰 爸爸爸爸剛剛在親你嗎 因為那個親不是爸爸親額頭愛女兒那種情 是不舒服的 社工來跟他坐下來很長的時間 跟他會談 他才敢講出 他會自殺是因為爸爸性情 他是親嗎 親吧 那父母是已經離異的狀態了 我們一般聽到就是季婦啊 或者是另外改嫁 親生的就有點恐怖 對有點有點乖 親生的也是有啦 有一定還是有 來我們看看 醫院也能上演懸疑劇 兇手到底是誰 我有一次在清晨 在急救區遇到一個老翁 就是老先生 早上被車子撞死了 那他到院的時候沒有呼吸心跳 我們剛好 當場就是要幫他做一些搶救的動作 但是那種傷勢實在是太嚴重了 後來他就回天發術 那送他過來的119的技術人員就說 趙記者逃逸了 只看到是 只要穿紅衣服的這樣子 當時我們在急救的時候 就不斷的有 減傷護理師有一個information 進來是外面有一個 邊線人在大吵大鬧 他說醫生為什麼 趕快來幫我做檢查 因為我們都在搶救那個老先生 那我一直到之後 我想說我也是戴著手套 讓他知道我在忙什麼 我一走出去看到那個人穿紅衣服 我就發現 這個愛情不是很單純 然後那個男生 來掛號的時候 檢傷組織的時候 從樓梯疊下來 可是你看到他那個傷勢 就是擦傷 就是那種雷殘的那種 那我當下就覺得很奇怪 那他就一直吹 好像就是一副要趕快離開 因為送老翁來的119 接下來就是警察也過來了 因為我們通常都會有 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他看到警察之後他更緊張 後來他爸爸到的時候 就一直說 醫生你趕快幫他做完檢查 我們就要離開了 那因為我看到他穿紅衣服 所以我先入為主就 是不是剛剛那個老翁就是這個先生造成 但是我們在醫院裡面是純醫療 我們大概不會去干涉司法 可是你知道那種正義火就出現了 我就覺得我們護理師說 我們真的覺得是他 我們應該要給警方一點點線索這樣子 我先來跟他行李戰 對 我就走出去 走出去那個故意在那個先生 還有就是紅衣服的先生 他爸爸旁邊就跟他說 剛剛有一個在入口被撞的老先生 送來的時候沒有呼吸心跳 死得好慘 然後我們剛剛幫他搶救了30分鐘 就這樣子走了 然後我就在他面前把那個雪淋淋的手套脫下來這樣子 結果他爸爸聽到我講這些東西 看到說當下有點 讚不太祝福的那個護欄 之後他們檢查都不做了 就帶來他的先生說 醫生你們都那麼晚才來看我 我們不要檢查 就要落黃額逃這樣子 對 那我當下當然也沒有辦法去攔阻他們 那我只好把他的那個名字 他有偷偷的抄給警方 那你又要報警了 沒有 那警察自己有來 其實我們也沒有直接的證據就是說 是他 對 後來查出是他們 是啊 他其實可以調遷是錄影機 他也是就穿紅衣服 對 像我之前拍那個 林謙玉演我媽媽 然後我也是醫生 然後我那個媽媽 她就是常常要 塞郵寄 然後有一天她就是好像不知道怎麼辦 她就又住院了 然後就歹徒就是因為 不想我們家過得太好 因為我爸爸是什麼警政署署長 因為我們家境很好這樣 然後壞人就派壞蛋來 就假扮成那個醫護人員 然後就拿那個點滴去 就是在她那點滴裡面放鹽巴 然後 然後打一打一圈臉就變黑了 放鹽巴要幹嘛 不知道就戲就這樣演 他就說整個臉都變黑色的 就在那邊就變黑了 試試不會啊 拍戲就是這樣子嘛 他就說你整個臉都變黑色了 然後說我媽媽就要死了這樣 然後她就說要死了 然後莫名其妙什麼 又打了一個什麼 然後臉又好了 就又沒有黑了 妳是又救活了這樣 你是打運動了 你在戲裡面是醫生 我是醫生 但是我 我就是只是背台出去 她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根本就不懂 就是打鹽巴 就會變黑 就臉會變黑色 不會變黑啊 對 她就說臉畫黑 因為黑色比較像中毒 對 然後就掉那個監視錄影帶 然後就看到誰假扮 然後才抓到兇手這樣 之前就有個阿伯來 他被安養院送來的時候 他其實繩子已經不清楚了 他整個肚子硬梆梆 肚子很脹 那我們就覺得很怪 他一抽選那個白眼球兩三萬 我覺得這阿伯的血量又不是很高 我們趕快給他做的電腦上一看 哇 這裡面都是空氣 想說哇 他應該是是 我們想說他應該是在安養院那裡 可能已經很 其實已經破掉應該一陣子了 只是沒有人發現 可能等到狀況不太對的時候才被送來嘛 那我們那時候看他的樣子 怪怪的想說 哇 年紀這麼大 要不然就消耗性潰癢 要不然就是可能有 有胃還破掉 我們就趕快開進去一看 哇 才看到裡面有兩根鐵丁 就從那個胃裡面要穿出來 就在外面 其實那時候我們在電腦上就有看到 就想說那個亮亮的是什麼 然後後來家屬就來 因為家屬其實本來是 就是他把他的爸爸送到安養院 其實平常也很少去 這被安養院送來之後 他們才來的 家屬就非常生氣 問我說 為什麼鐵丁會在胃裡面 我說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哪個鐵丁會在胃裡面 對啊 又不是我放的對不對 那是剛開完 我故意放兩個鐵丁 我說你要 你要去問那個照顧他的人 後來他們就去 找安養院嘛 就阿哥很厲害嘛 安養院當然不承認 說誰知道會這樣子 後來他們是因為 有報警 警察去掉入影帶 結果是安養院裡面的那個 外籍的看護 現在為那個阿伯吃鐵丁 好怪喔 這真的很糟 阿伯其實也不會講話 對啊 後來就變這樣子 還有另外就是 病人比較會 會說謊 會那個時候 大部分都是為了錢 一對夫婦他們 就來我們急診室 他女的全身都是雷產 肋骨也是骨折 肋骨折 肋骨又骨折 那時候我們就問他怎麼了 他先生就說 他們發生車禍 他剛才騎摩托車載他 然後有一台車子 跟他們這樣擦撞 他太太跌倒 他伸手比較 他說他伸手比較好 他就在滾滾滾 他沒事 然後他太太就變這樣 其實當時我們聽覺得怪怪 因為一般會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都會叫一一九 送過來的時候都是 都是坐救護車 而且通常警察都會一起來 因為你報警 他們沒有 他就這樣 兩個這樣一起過來 我那時候也想說 他的話在門口 我想說跟我有無關 可是因為他太太 肋骨骨折蠻嚴重的 所以我還是把他收住院 我說那你還是住院幾天 幫他看看 結果 可是我去查房的時候 看到警察來做筆錄 看到警察來做筆錄 然後太太就在裡面 警察做筆錄 我們也不會在旁邊 我也不管 就走了 第三天我要去查房 結果那天因為我有事情 所以我很早就去 我六點多就去了 一去的時候 他們還住單人堡 一去的時候我們 要先敲門 我正要敲的時候 就聽到裡面在吵架 他太太就罵人大聲 說什麼 要不是你把我踢下去 我現在會這樣子嗎 結果後來我們才知道 原來他太太會受傷 是家暴 是他先生打他 可是他先生後來又覺得說 應該要這個 等你去這麼嚴重 那我們乾脆就弄保險 可能後來又有點和好 可能跟他道歉 怎樣講一堆 那就順便你有保險 就順便賺一筆 可是後來他跟保險公司請錢 跟保險公司講說 他們受傷的時候 保險公司說你一定要有報案紀錄 因為你這是意外 所以第二天才會看到那個警察 對啊 結果後來其實根本就不是 結果後來警察連續來兩三次 因為一直問他們在哪裡出事 他們要去調錄影帶 他們都講得姿姿烏烏 因為不敢講出來 因為講出來去調錄影帶 就沒這件事情 而且有時候是因為 他怕我們通報 所以不敢講病情 像我就遇過一個媽媽 帶小朋友來掛半夜的時候 因為我在醫學中的急診室 成人跟小孩是分開看的 小孩有小兒科醫師來看 那個小朋友其實已經呼吸衰竭了 因為我那天是守著成人的急診室 有本急診室一起的 所以我在旁邊經過 看到那個小孩子 其實說呼吸衰竭 他也怪怪的 血氧上不來 可是一般小朋友 在呼吸衰竭的時候 會很喘 會非常的喘 然後那個小朋友意識不清 呼吸速度又沒這麼快 我當下也是覺得 案情不是那麼單純 那我看到媽媽在旁邊 就一直在責怪 就說 我小朋友最近就感冒 然後一定是你們醫師開了藥 沒有讓他好 讓他病情變嚴重 或者是因為吃了你們的藥 他就意識不清這樣 因為送來的時候 就是都叫不醒 那 我看到那個媽媽 你在醫師看久了 你有時候有一些 社會邊緣人 或不太對近的那種眼神 跟你交會 你就覺得他怪怪的 那我就去評估那個小孩 我就 因為那個小朋友 兒科醫師本來已經要幫他做氣管插管 因為他已經在呼吸衰竭 我說 學長你先等我一下 你先給他高濃度的氧氣 先幫他做被動的那個給養 這樣子 讓我來看一下 結果他 然後加上他呼吸衰竭 變這麼慢 意識不清 我內心已經有底了 他這是中毒 他一定是被餵了毒藥 所以我就叫他媽媽來說 欸 小姐 他剛剛有沒有吃什麼東西 他說沒有啊 沒有啊 沒吃什麼 我就是提問他 你兒子快死掉了喔 他有沒有吃什麼 因為我們要救他 他媽媽說 有啦 我醒來的時候少了兩顆 我心想不對 那個才三歲 然後他怎麼可能自己半夜拿起來吃安眠藥都不對 而且這不是安眠藥中毒的症狀 他說 你有沒有在施打什麼藥物 我現在 你兒子現在已經快死掉了 我們現在要幫他急救 你要趕快說 我們可能有解渡劑可以用 其實我心裡已經有底了啦 他就一直說沒有 我說 你是不是用薯核啊 就是海洛因 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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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洛因這小孩有什麼關係 給他吃啊 他餵他 因為他半夜吵 他媽媽就說 有啦 我打海洛因 那個針 起拿的時候 本來整隻變半隻 我說最好他會自己打 後來是他媽媽覺得他吵 就偷偷給他打那個毒品 知道前後果 就幫他打了解毒劑之後 那個小朋友就沒有插管 那小朋友會上癮嗎 他都快死掉了 瓜哥講到重點 他打了解毒劑之後 他雖然呼吸 意識都全部回來 就正常的救了他 可是你後來發現 他開始出現階段症 這麼小一次就不覺得 他一定不是一次長 他長期就是慢慢的給他打 之前媽媽可能有在調劑量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覺得他半夜吵 就給他用一點毒品 讓他睡著這樣子 超過分的 然後他幫他當下送來 又擔心小朋友出事 可是他要擔心我們去通報 去報警 這個一定要通報 像這種就可以通報 這個就可以通報 這就可以通報 這有報警嗎 當然有 太可惡了 接下來看看 相愛情侶背後 總是有狠心拆散的家長 不過我是看過一對小情侶 那個女的才16歲 練高中 他主公長有6公分的腫瘤 因為6公分的毛 我就跟那個妹妹講 我說你這6公分的一定要開掉 不管他是良心還是惡心 都要開掉 而且6公分的話 我大概沒辦法幫你 用局部麻醉去開 因為你實在太痛了 如果這可能要住院開要三天 其實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沒有仔細看他幾歲 因為他其實我畫了點妝 其實還滿那個 只是我在開那個手術通訊的時候 我才發現他16歲 我就說那個 你要叫你媽媽來簽 這你自己不能簽 因為我們有規定 要18歲以上才能自己簽手術通訊 那個男的就說 好好好 我會通知他媽媽 就到我們開刀那一天 開刀那一天 我就看到他媽媽來 我在外面開刀 後來我開完刀之後 我把檢體拿出來 也是他媽媽在 後來我就再進去 可是我去查房號的時候 我在那個 我就想說 怎麼沒有看到那個男的 因為他住院 他出來住了4天 我每天去查房的時候 都沒有看到男的 我在哪裡看到男的 在我們那個會客室那邊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還不覺得怎麼樣 我以為他是在那邊看電視而已 結果後來連續兩天 我都在外面 每次都在那邊看到他 我就有一次就受不了 我就進去看他說 欸你怎麼在這裡 你怎麼沒進去裡面 他就這樣很尷尬地笑一笑 我問他心裡想說 不關我的事 結果後來 那個病人出院的時候 那個護理起來跟我講說 你知道那個男的 就是那一陣子 每天在那邊幹嘛嗎 就死我 我說幹嘛 他為什麼都對啊 我說他不是他男朋友 為什麼都不進去 他說 他媽媽不准他們兩個在一起 因為那個女的功課很好 那男的功課很爛 他都不給他們兩個在一起 他說有一次 他那個 他媽媽去外面買 因為那女的看完到馬上吃東西 然後那個他媽媽去外面買飯的時候有沒有 結果買一買的時候 就比較快回來 回來的時候就看到男的 就趁他媽媽出去的時候 就跑進去看那個女的 然後他進來看到 翻臉在裡面大鬧 還要求我們醫院動用警衛 把那男的趕中 然後後來我們就說 我們沒有這個權利啊對不對 你說病房裡面 他不要來吵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讓他不要進你的病房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讓他不要進那個 會客室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一個公共的區域 公共廠 對啊 所以他男的就一直躲在那邊 結果他媽媽就是這幾天有沒有 通通都不出去買飯 通通叫我們醫院的便當 順步不離守在那邊 有一次我就是交班 然後就是一個年輕的帥帥的 而且穿著看起來就是 家境比較富裕的一個年輕的男生 他躺在床上 然後輕易搬著交給我說 他是個洗腎的病人 我嚇一跳 二十幾歲就洗腎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就對他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們洗腎的病人 常常會有一些病發症啊 感染啊 樓管不通啊等等 所以他們常常會來急診 去處理一些事情這樣子 結果第二次的時候 他跟一個女生來 結果那個女生 她是洗腎的病人 然後她的樓管也有問題 就過來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 就可以看到也是一個小情侶的模樣 就是他在旁邊陪她 然後準備開刀這樣子 然後有會逗來逗去 就是很 在急診裡面算滿甜美的畫面 他們其實不是不舒服 只是樓管這樣子 結果第三次換男生不舒服了 結果那個換女生來陪她嘛 結果家屬就來了 男生的家屬就來了 就是那種貴夫人的 那種很貴氣的一個太太 然後她爸爸就來了 就開始罵她 然後就說 你為什麼要跟這個女兒在一起 她洗腎欸 那你兒子也洗腎啊 對 我當下心裡一直想 對 她洗腎欸 那麼不健康 那以後我們怎麼傳宗接代 這樣 就很難聽這樣子 結果呢 後來第四次 我最後一次在看到他們的時候 是兩家人都來 因為兩個人都生病了 結果護理站來特別說 把他們兩個分開 因為他們就吵起來了 結果那個女生的媽媽也不干事 我也很生氣啊 你嫌棄我女兒什麼的 我才覺得你笨欸 結果她媽媽就太氣了 就直接打她女兒巴掌 然後就說 我就是生你這個女兒那麼笨啦 這樣子 結果兩家就是不要看對方這樣子 後來男生就先辦了 要辦辦住院 然後女生就放在走到那邊 剛好經過護理站前面 然後家屬 女生家屬一看到那個男方過來 就趕快轉頭過去這樣 然後男方家屬推著那個床 也是這樣轉頭過去 可是我看到那一幕 我永遠都忘不了 就是那個男生的手伸出床欄 輕輕的摸那個女生的臉跟頭 這樣子 然後被夾到 你比較像廚師 你比較像廚師的人 沒有啦 其實我們真的 婚姻真的有時候常常會這樣子 就是我們常常有遇到那個病人 他只是因為他有B型肝炎或性型肝炎 然後我愛的這個女朋友其實也交往很多年 只是一直沒有家人一直不知道 對方的家人一直不知道 但他卻偏偏是個某集團的千金這樣子 就門不當或不對的嘛 結果後來這個事情他媽媽知道了 當然就怎麼可以 你至少應該 你應該是要跟什麼集團的小孩在一起 我已經幫你們 然後我們是真心相愛 你一定要相信我們 我們什麼愛可以克服一切 這樣不行這樣 當然不可能阻止了我們 但媽媽 對方的媽媽 手段就越來越激烈 就開始有一點 要從中衝康我們 嚴重到去傷害到我的家庭 就是從我的家人下手 比如說讓我家人發生一些意外 或幹嘛的 那當然我知道這個事情之後就 這個事情好像這樣真的很嚴重 這樣不太行 因為他說你在這樣的話 你的家人是會有危險的 你不要再靠近我的女兒這樣住之類的 然後就開始怎麼辦 結果後來他女兒 就是他的女兒 有女朋友也發現了這件事 原來是你不再接近我了 就是你跟我疏遠 然後有發生這些意外 都是我媽弄的 去跟媽媽大吵一架 這個是已經病康了 那好病康完之後 感覺好像 因為是我媽的問題 我們是要該不該在一起 結果反而變成是 我又不敢跟他在一起 像我曾經遇到一個年輕人 他們就是 他騎車一個年輕的男子 騎車不停點到水溝裡面去 就傷得非常嚴重 他腦出血 他裡面一些肝臟 脾臟不會出血 就是狀況 病況不是那麼的好這樣子 那他其實我們診斷 處置完之後 他需要去做開搶救刀 肚子裡面需要去開刀這樣 那其實當時 陪在他旁邊只有一個女朋友 那女朋友當然就是哭 可是我們還是要協助聯絡 請他聯絡家屬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大手術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 開了之後 他男的也過不了關這樣子 所以一定要找爸爸來 那爸爸一直辭職不到 終於那個男生要進去做 要搶救開刀 結果他爸爸就出現 那他爸爸出現 他就是 我就跟爸說 這邊有同意出 但是我們等一下已經要去刀訪了 我們可能去那邊 外科醫師 我會再跟你解釋 做一些簽索的時候 他說等一下 你先不要送我兒子走 我說怎麼了 現在要搶救耶 他說不行 我一定要先跟他們講清楚 原來 他其實已經 一年沒有看到他兒子了 他兒子 帶著那個 他的女朋友 其實離開家一年 那就是因為 家裡面的 爸爸拒絕他們兩個交往 那我就問他 我稍微知道了一下原因 之後發現 他爸爸 有一個很奇怪的觀念 就是因為他們家那個姓氏 不能夠跟姓黃的 結婚在一起這樣子 所以他因為這樣子 就是一直反對 他們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深仇大恨 或是特別的原因 貧富差異等等 他就是不讓他們兩個在一起 結果那男生 就帶了女生 就離家了 所以已經整整一年 沒有看到他兒子 所以他跟他兒子 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聯絡幾方 找家屬的時候 其實爸爸才再度 見到這個兒子 那他為了也不要再失去這個兒子 他其實當場就跟那個女生說 你離開我兒子 我才要讓我兒子去開刀 其實那時候 我已經非常的擠了 因為姓氏 他爸爸如果不到 我覺得 我就搶救開刀 因為緊急醫療法 我就是救這個人 可是他爸爸到了 我們就阿姨那個同意書 就當下很趕 不過還好 那個女生就 就說他要離開 他女生就走了 結果他兒子去開刀 臨床上是真的會發生 就是同意書 到底要誰簽 各位一定覺得很奇怪 我要開刀 為什麼我爸爸來擋我 其實如果 應該是那個人已經昏迷了 因為理論上那個人 如果簽了 就可以開了 我管你爸爸來打不打 我都可以開了 可是他如果昏迷了 就一定要他的節目人來簽了 之前有一次遇過一個 救護車進來 知道她是從外海被打撈上來的女生 然後醒了以後 終於找到她家人 才知道 她也開始比較可以講話 才知道她在外海漂了兩個小時 很厲害 都還OK 她竟然說是昏迷 然後有些心率不准的問題 但是至少我沒有把她救回來 第一個可以找到的人 她從她嘴巴講出來 就是要找她男朋友 然後後來她男朋友來了以後 從頭到尾 我們不管問什麼話 她都不願意回答我們 她就是表情很凝重的 一直看著那個女生 那就一直守在這個女生身邊 那是後來這個男生 找了這個女生的家人來 經由家人轉述 才知道說是因為這個男生的媽媽 一直反覆在拆散他們想盡辦法 就是她不認同這個女生 那甚至已經論及婚嫁 而且這個女生已經懷過孕了 她媽媽還是不要就是不要 那我就是不承認這個女生 是我兒子的女朋友 那這個女生因為很死心大地 我覺得可能因為有相伴一些 已經到一種精神很崩潰的狀態了 她也一直反覆的有一些自殺的動作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最後這一次 她就是用跳海的方式來表示 像我之前啊 就演過一個八點檔 就是 就是我很窮 然後對方很有錢 男方很有錢 然後後來我就懷孕了 然後她對方的父母就來跟我講說 因為我太窮 所以我生了小孩就是雜種 然後就叫我簽那個什麼 就是要墮胎的同意書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簽了 剛才事實上我是沒有拿掉的 然後後來我就順利 偷偷把小孩子生了這樣 然後後來男方就娶了 門當戶隊的女生這樣 然後發現女生不能生 然後我生了兒子 然後我 自仇記憶 對 然後就開始 媽媽就回來求我說什麼 哎呀我就知道你小孩子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希望我的小孩就主歸宗這樣 所以那個像妳這樣 她沒有丟一筆錢給妳嗎 蛤 我自己張五百萬支票 然後就這樣飛 然後叫姊姊在支票這樣 半天分飛這樣 真傻應該要撿起來 不會 我一定拿的 對啊 她既然那麼窮 沒有 我說她也可以調 不過妳收了錢就一定要去做了 沒有啊 我就這樣撕掉啊 撕掉那小孩子 然後就偷偷把小孩生下來 我認識一個病人 她是從國外回來的一個男生 高高帥帥的 講話又很斯文 貪圖又非常好 學歷又非常好 如果是我本人 我看到她可能我都愛上她了 結果她 就可能從國外回來嘛 開車比較不習慣 就出車禍了 那出車禍就來住院了 那住院之後呢 我們就有一個護理師去照顧她嘛 那這個護理師又長得很漂亮 那好死不死呢 這個病人呢 她長得很帥 那她國外當然有女朋友 又是台灣人 她們剛好又一起畢業 一起回台灣 可是那個女生不是住在台北 那女生住在比較遠的地方 住在台中 那這個男生在台北 那又住院 又有一個很漂亮的護理師 在照顧她 那所以最後 她就愛上了這個護理師 那病好的時候 就把護理師約出去 最後跟這個護理師在一起了 但是因為他們其實 因為她在國外 跟這個女生交往的時候 其實是雙話家裡的人 都已經知道了 而且是已經準備 可能要認識婚嫁了 雙話家人都很熟了 那她就跟她媽媽說 媽媽我現在要跟一個 我新認識的一個女生在一起 媽媽說誰啊 新認識的 你跟之前那個女生 不是在一起很久了嗎 沒有就在醫院 照顧我的那個護理師 她媽整個就 沒辦法接受 她跟對方的媽媽 一起跑過來勸她 勸完她之後 還跑來醫院去跟那個護理師說 這個我兒子只是出了個車禍 你也不用這樣子橫刀奪愛 可是大家知道 這真愛總是 沒有辦法這樣去衡量的 那她就跟那個男生說 你如果再這樣的話 我斷給你 跟我的經濟來源 不只500萬支票 以後通通都沒有了 那男生就想說 沒關係 真愛無敵 我就不要你的了 我就跟那個 我的新女朋友出去外面 共逐愛潮 自己住一個房子 跟那個新的女朋友 就去那邊住 那結局我們就想說 但是我們在這輩子 總算看到一次這種 不為了錢 是為了真愛 在一起的一個男女朋友 結果沒想到 因為她國外回來的嘛 那可能有什麼事情 要回國外去處理 可能不知道是學業的問題 還是什麼人際上的問題 結果她就出國了一趟 結果出去了這一趟 然後她出國回來之後 發現奇怪 我這個護理師女友不見了 那至少就回去 跟前女友在一起了 那前女友其實還是 一直在等著她 就說好那 那你既然回來找我 那就回來找我吧 那雙方爸爸媽媽都很高興 結果最後是一個Happy Ending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不過對我們節目 輕鬆來分享 不過最大的宗旨 我們今天談這麼多 這麼不愛惜自己生命的 千萬不要做個示範 我們要珍惜自己生命 人生當然有高有低嘛 但是我們人生 常常在如意的時候 會忘記自己老天爺 對我們多好 對 常常會自暴自棄說 你看我怎麼那麼倒 我怎麼這麼壞 可是你每天還是活的 你還是呼吸的 就是老天爺對你很好 所以千萬不要放棄自己 要珍惜生命 謝謝 薑是調整體質的好夥伴 因為當中含有 可以溫暖四肢的薑辣素 以及可以提升代謝力的薑西芬 如果將薑蒸過之後 再曬乾 就可以把薑辣素 轉變成薑西芬 而且薑西芬的效果 會大於20倍以上喔 首先 將生薑洗乾精之後 切成薄片 在平底鍋當中 加入3公分的水 再放入一個耐熱的盤子 鋪上廚房紙巾 再把生薑薄片放在上面 這樣蒸煮大約30分鐘之後 再把它曬乾2到3天 這樣子就完成囉 某些病毒感染容易造成 死亡率超過5成的心肌炎 而且它的處理症狀很容易 跟感冒一些病毒感染很像 因此常常被忽略 這裡為例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的病毒症狀 忽然變得嚴重 甚至出現一些 心臟衰竭的症狀 例如說 胸悶心肌胸痛 以及喘的情形 要趕快就醫 避免延誤病情 平常當然就是要注意 病毒感染的預防 你可以多洗手、漱口 進入公共場合的時候戴口罩 那流感流行的季節 可以施打流感疫苗 如此可以預防病毒感染 所造成的心肌炎喔